那我们要从资料 进出口的资料开始谈起 这国家已经很多政府机关 都已经在制作这种 进出口的一个资料开放 开放之后呢 让我们有机会 拿到这么多的真实世界数据 那在这么多的真实世界数据 取得之后呢 请问他这里面有很多空直 这空直代表什么意思 难道空直就不具有任何意义吗 那民国要不要转成西元 这都是很基本的一个资料清理概念 然后接下来介绍完资料清理完毕之后呢 我就必须要跟你们介绍很重要的视觉划分期 也就是说 为什么要使用Power BI这个技巧 来去快速的看到资料的现象 这件事 因为 你看到现象之后 你看到现象之后 如果你是要报告给你的主管听的 举例来说 假设我现在我看到 进出口 进口资料一直不断在疫情期间 它有大幅成长 出口大幅减少 假设你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那你觉得要不要赶快报告出来 当然要报告出来 对不对 好 那至于说 这一堆的那个视觉画怎么画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两天的重点 不过前面我们今天 尤其早上在上的这个部分 叫资料清理 它是我觉得 你要能够拿到干净的资料 一定要好好学 你如果说是拿垃圾 能不能算出来黑矿 黑金 不可能的 这就是这个课程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好 那 我们就用两天的时间 来跟各位好好的研究一下 真的不难 难得全部都是观念 就是操作 操作起来 我算了一下 实际的操作步骤 了不起 一到一个半小时 就整个操作完毕了 这套软体 它最棒的地方就是 三五个动作 你就画出一个图了 那你要花时间去了解这个图背后的意义 这才是重点 好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我 我喜欢把我的资料呢 全部都放在网络的平台上面 可是因为去年到今年 我为了要赶我的论文 所以我只能用一个方式 什么方式呢 收费的方式 只要一收费 就不会有学员来问问题了 可以了解 因为以前真的全部都是用做功德的方式 放在网络上 可是因为我为了我的博士 是要能够赶快取得这个 这个 这个 license 好 所以我就只好用这个方式 所以不要再写进来问我问题了 不然你先付费 你只要付费 后面都会有人会协助你 你要讲义要范例都可以 可以吗 我只服务就是我们像你们上课的这些学员 可以了解 好 那等一下你们都会拿到范例 讲义这些的 讲义你们已经拿到了 你看我都加了密码 就是希望就是说 减少那个提问我问题的学员 这样的话我就比较多的时间 可以专心做我的研究 好 那我交了20多年数 最后我都是专注于像例如说大数据分析 希望把这个真实世界数据的一个背后的意义呢 能够取代原本的RCT的一个机制 因为真的从以前那个医学的研究设计 我们在取样上面 它就是很少 例如说几百个 你看统计课本的教材都是几百个 可是我们现在随便去搜医院里面的一个资料 都是几千几万几百万笔的资料 那这些真实世界数据 它又应该要怎么样来去做一个数据分析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好 那还有我还是希望推自动化 自动化 像Power BI这套软碟 它也可以做自动化 它可以取代你写很多BPA的方式 那我的LINE 我的WeChat 全部都提供给你们参考 好 那我的课程也同步会直接在YouTube上面 如果说你直接搜寻 孙在阳Power BI技巧应用研习班 其实你就会找到这部影片了 我会把它就是变成好多段 方便就是别人如果要看可以去看到这个内容 我这个课程所使用的资料是财政部的进出口资料 这个资料也就是外贸资料 那这个资料它的优点呢 它一直在更新 我们找很多的那个开放资料 它有些是不更新了 可是它这个资料一直在更新 其实我我会给你们看到就是疫情 疫情时间本土疫情 我们可能要先知道一下 本土疫情我们的定义就是5月到7月 2021年的5月到7月 对不对 那我们就会想说 这三个月跟什么 2020年的5月到7月 来比比看进出口 到底有没有差别 对不对 可是我们就没有办法 想到说 蛋到底有没有缺这种问题了 可以了解 我们只能讲到说什么 大类别跟子类别的一个差异 好像好像 那个 运输设备会有差别 还有原油会有差别 你看哦 就是我们在疫情期间 那个卫福部是不是鼓励大家尽量少出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开车 使用到那个油的机会 是被减少 对吧 类似这样子一个概念 我们希望说在我们的资料上面是要看到的 好 那可是全球疫情又跟本土疫情不太一样 因为其实全球疫情我们根本就没事 对吧 2020年5月到7月 其实大家都好像恢复正常的作息 对不对 那2019年呢 5月到7月是没有疫情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说 尤其是没有疫情跟本土疫情到底在进口跟出口有没有改变 可以理解哦 当然我们也想要看一件事情就是整个财政部给的资料 它大数据 它会给多少年的资料 20年 30年 50年 有可能嘛 对不对 像气象局 它从什么 它所有的资料 它尽量能给就全部都给 它从好像是 它至少我知道有五六十年 甚至更多的资料是放在网路上的 那只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这只要你将来就是希望也把自己的资料拿出来给别人来去算 你要考虑到一件事 后面要一直不断的更新 你不然就断掉了 这是蛮可惜的 好 那目前台北市很多资料都遇到是这样的情形 就大概都是维护到了2018年 就不维护了 只是后面都没有新的资料 那我希望说大家能够就是继续 继续把开放资料做得更好一点 好了 然后再们稍后